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期盼般地望着塞华佗 希望他能说出更好的消息 希望他能告诉我 我归醒了第一次 就会很快恢复健康 说醒也不算醒 连眼睛都没睁 只是一条胳膊稍微动了动 塞华佗带着遗憾望向我说 我真的尽力了 我心里刚刚升腾出的希望顿时落空 旁狗子和弥勒跑到床边伺候着 帮老鬼把被子咽好 塞华佗想了想 简人说 我不认识这个人 他有点意识的时候 我觉得 他像是 要说什么话 塞华佗很尽心 我们离开这些天 他和老年吧 还有雷真人 轮流不断地守护着老鬼 两天前 塞华佗守着老鬼的时候 突然发现这么多天 一只纹丝不动的老鬼的右臂 突然动了动 那种动 不知道是老鬼刻意的 还是无意的 但是老鬼做的只有这么多 既睁不开眼睛 也开不了口 我和老爹对望了一眼 老鬼肯定是去了西边 然后一身重伤地赶回来 他想说什么呢 他拼死地逃脱 就是为了给我们 带回什么消息吗 但是从两天前 老鬼的胳膊动动之后 一直到现在 再没有任何动静 他的胳膊 只是那么一动 但我能看得出 塞华佗说 他在指 自己的浅胸 浅胸 我证了证 老鬼伤重被我们救回 身上所有伤都被检查了一遍 他前胸上什么都没有啊 但是老鬼已经成这个样子了 半死不活 却仍然会做这样的指示 只能说明 他传递回来的消息 已经进入他的潜意识中 他的前胸 会有什么呢 我暂时不知道 也吃不准 你们不回来 我也不敢乱动 塞华佗说 你把这个人之前的经历说说 我琢磨一下 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老鬼活了这么久 经历其实很简单 我想想跟塞华佗说 老鬼之前去了很远的地方 可能是在吉西 让我好好想想 试一试 塞华佗 搬出以堆平平灌灌 聊开老鬼胸前的音符 像在做什么试验似的 一边做一边问一些事情 但是吉西之地是什么样子 我也不是很清楚 只知道那边非常冷 常年冰封 我们紧张地等 到了这时候 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 老鬼那一趟可能没有白跑 他怀着必死的心上路 但中途又突然返回河谈 必然有很重要的事情 情况或者转折 现在这么一琢磨 老鬼要传递回的消息 显得更加重要了 塞华佗很仔细 低着头一个人在小声念叨什么 过了很久 他突然就想明白什么 抬头对着我们说 是这样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怎么 你们看 塞华佗指着老鬼的胸前 他不知道涂了一些什么东西上去 老鬼前胸隐隐显出一片蓝色的纹路 他去了吉西 肯定用什么东西在身上留了标记 标记的东西是酸性的 咸水一抹就露出几条纹路了 我们一下就明白了 老鬼果然是带回一些消息 他身负重伤 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安然返回 也不知道能不能把信息口述给我们 那么重要的消息 记录在纸上肯定是不安全的 他前胸肯定刺了一张图 塞华佗丢下手里小瓶罐 说 要拿碱水抹变 图就会出来 后头的事情 你们商量着办 我就不讲话了 说着塞华佗就出了屋子 这个人很聪明 做事也有分寸 发现了情况 立即抽身离开 是为了避嫌 他一走 屋子里就只剩我们几个七门人 拿着塞华佗留下的瓶子 将这里面的碱水 慢慢地在老鬼胸前抹了一遍 很短时间里 老鬼前胸就显出一大片蓝色脉络 那些脉络是老鬼临回来之前 已经伺好的 果然 和塞华佗说的一样 老鬼的前胸上是一幅图 图里是什么呀 我们仔细地看着 那张图猛然看上去 心里糊涂的一团 老鬼毕竟不是画家 图案刺得非常潦草 但是只要信息观察下去 就渐渐能够看出 那好像是一幅地图 图中有山 有沟壳 这些场景刻画得有些虚 之所以虚是因为想要衬托出 一根很像柱子一样的东西 这种画面没有严格的比例 说不清楚那柱子上东西究竟有多高 有多粗 最开始的时候 我真的以为那是冰天雪地中 一根处理不知多久的柱子 然而再仔细看看 我突然觉得 那好像是一棵树 是一棵树 我转头对他们几人说 就是树 在场几个人 都没有跟老鬼有过多接触 他的用意也顿时模糊不清 老鬼半路返回 不辞辛苦 就是为了告诉我们 在集西某个角落中 有一棵树吗 我们猜测了很久 也商量了很久 然而始终不明白 老鬼胸前这幅图的真正含义 除非是亲自到集西去 找到图中所描绘的地方 亲眼看看那棵树 我不知道这幅图寓意是什么 但是却清楚 它必然重要 所以默默地把图记下来 牢记在心 之后我思想找赛华图 问了问老鬼的情况 赛华图说不准 老鬼这样子一直都在昏睡 没人能保证 他什么时候会苏醒 或者直接从睡梦中离世 现在能做的 只有靠有些年头的老药 来调出他的命 然后慢慢地想办法 赛华图叹了口气说 治病如抽丝啊 核弹上没有老林子 老药不好找啊 老年把蹲在墙角 说 俺再去找找 我转头看看老年把 他仍然迷迷糊糊地 睁着小眼睛 那种目光里 带着一种本性的纯净 我感觉心里发毒 老年把半截袖子已经空了 却像是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主动要出去给老鬼找药 老年把 我慢慢蹲到他的跟前 又抓起半截已经空的袖子 觉得我们亲们亏欠他太多 越看越感觉不是滋味 眼睛发色 干啥 又想哭鼻子不是 俺啥事都没有 身子棒 吃啥豆香 比村里养的大肥猪多欢事 没事 老年把伸出另外一只手 在我面前晃了晃 这不是还有一只手吗 不耽误 俺扭大洋哥 事情就只能暂时这样了 老鬼需要塞花图 一直照看 而我们各有各的事情要做 爹和旁口子 都是做了父亲的人 他们疼爱儿子 却不一味地只顾护犊子 我跟弥勒还年轻 要单独出去闯一闯 之后的日子 又要跟爹分开 我们七门 这些幸存下来的人 必须巡视大河两岸 尽全力护住 剩下几尊顶 大河能稳一天 就算一天 爹 如果有一天 天崩真的来了 但我们守不住 该怎么办 我心里一直担忧这个问题 这世间的事情 不是我们想怎么样 就能怎么样的 直到那一天 奇门人 浴血焚身 爹想了想说 拼了自己的命 就算尽力 将来到了地下 见到列祖列宗 可以安心 爹和旁狗子 还有唐百川都走了 我和弥勒 也重新踏上那条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走尽头的路 我们要护顶 还要帮着老鬼找药 那个冬天 是我这辈子 最忙碌的冬天 没有停歇过 我们寻找花老汉 从他那儿 讨了一株 快要成型的核手屋 又跟几个 东北来的放山人 换了两只老身 拿回去 给老鬼调命 老鬼始终是那个样子 没有醒 一个冬天 都安安稳稳地 躺在炕上 我就想着 他真的累了 奔波了一辈子 现在这样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至少他可以歇歇 不用理会 外界的纷争 不用再想着 自己身上的责任 我一直都在安慰自己 只要他还活着 就苏醒那一天 活着就会有希望 冬天过去了 不知道是怎么熬过去的 开春的时候 河滩远近开始饭绿 两三个月 这两个时间里 圣玉 酒梨 旁门 好像都消停了一些 没有人在河滩上 去大捞大顶 一开春 折服了一栋的东西 都开始露头 河滩上 多了一些人 都在寻找一种蛙 那种蛙 在我们这儿 称作金娃娃 是大捕 尤其是长了三四十年的老蛙 非常罕见 一身是宝 河滩人每年开春 都会捕捉那种金娃娃 拿到郑州和开封 那样的大城的老药铺子 能卖个好价钱 我跟弥勒也在找 专找老蛙 然后送到赛花头那边 给老鬼用 我们两个很小心 故意用烂泥糊了脸 不让人认识和察觉 背着竹篓子 在卧龙滩 连着转悠几天 金娃娃出动的日子 越来越久 再过几天 就会全部消失 抓挖的人少了 让我们轻松了一些 大概卧龙滩里 徘徊三四天 有天中午 我和弥勒刚刚放下竹篓 打算吃点东西 就看到一道小小身影 背着一个 几乎和他一样的筐 沿着慢慢的河滩 在前边走了过来 那肯定是一个 五六岁大的孩子 本来我没怎么在意 但是对方背着大筐 直奔我们而来 尽管是个孩子 不过举止这么明显 不由自主地 让我提高警惕了 那个孩子 直直走到离我们 还有七八米远的地方 停下脚步 他应该就是河滩上 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 跟很多小孩一样 趁着开春的时候 来挖一些野菜牙 捡鸟蛋 抓紧娃娃 这孩子眼睛很大 脸上沾着一片一片泥巴 足足忘了我们 有三分钟 就在我和弥勒 打算开口问他的时候 这个小孩突然 就脆声声说了一句 他死了 什么 什么他死了 他死了 小孩说完这句话 一言不发 被这大筐转身 就跑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黄河鬼市 喜欢本故事 别忘了在声音下面 打赏一下 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 各种平台 有声的紫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